上周我和我的团队去到陈乔安的家里采访了他 那天的他画了一个素雅的淡妆 身穿一件薄薄的浅色毛衣 下身搭配了一条蓝色的牛仔裤 透出一种独特的亲切跟随和 我喜欢我眼前的这个人 喜欢他的作品 更喜欢我和他面对面聊天的过程 我和他面对面聊天的过程 其实早在这之前我们就有过合作 机缘巧合地成为了朋友 这次的采访更像是两个老朋友之间的交谈 我们俩窝在沙发上 聊着过去 现在 还有我们各自的将来 听到陈乔安这个在熟悉不过的名字的时候 会让人想到他很多的经典角色 他是命中注定我爱你里面 他会在收工之后回到家里温柔地对他的狗狗说 来 我们抱一抱 他会在来我家的时候 送我一盆花 一盆绿纸 还不忘记跟我分享说 他们家旁边有一个很棒的花室 他没事的时候总会去找那个卖花的阿姨 买很多漂亮的花 买很多好看的多肉 他说那里好看又便宜 在还没认识他之前 我看着他甜美可爱的外表 我也曾经觉得他是一个 会撒娇 会想要一人的女孩 可是久而久之 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 很有自己见解的成熟女人 我常常会被他与生俱来的独立所感染 我喜欢他的独立 喜欢他对他生活 无时无刻都持有的明确态度 陈强恩是一个一直都知道 他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他说他不会因为一些不愉快的小事 过度影响自己的情绪 更不会因此纠结过久 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 他说他能够很快地自我调节 正如他所说 有时候 我觉得健忘是一种超能力 他会让我耿耿于怀的心事转眼就忘掉 才得以继续乐观地 面对我崭新的一天 关于王子编今晚要翻拍的消息 他的回答有点让我诧异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演员在得知自己 曾经的经典作品要被翻拍的时候 给出了如此不一样的答案 他笑了笑说 很开心 这个剧 到今天还能够被大家记得 我非常期待新的东西出来 但是我觉得 它可能不会比以前更好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 都是念旧的 她的笃定 她的认真 她的执着 她的态度 都完美地勾勒出我眼前的 这个成熟女人的自信 说起角色 我们还聊到了 她近期完美收官的古装剧 《独孤皇后》 这是她第一次扮演历史人物 这个角色跨越了人物 从14岁到59岁的一生 我问她 你最喜欢这个角色的 哪个年龄阶段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说 是这个角色 当上皇后的阶段 虽然皇后的身份 颇感压力 但这种身负重任的感觉 就犹如我们自己的人生 人物 也因此显得更有深度 而在生活中 她对待朋友的方式 也让我十分刮目相看 她说当她遇到失恋的朋友 她不会做过多的安慰 她会放任朋友去喝酒 去大哭 甚至伤害自己 然后去把那些 难过的情绪发现完毕 她觉得当一个人 冷静下来就会明白 真的没有人 值得你那样地遇见自己 你只有去伤害自己了 你才会发现 原来其实那个人 根本不值得你去伤害自己 所以在你遇到真正 对的人之前 你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 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爱护自己 怎么说求别人会爱你 陈江恩说 爱自己 是人生终身浪漫的开始 我好奇地问她 你怎么看待 女生知穷男生这件事 如果非要做出一个选择 你会选择 爱你的人 还是你爱的人 她笑了笑 对这样的问题表示很感兴趣 然后认真地跟我分享 她自己的想法 她说 人生很短 我希望 我们都能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 所以如果在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之间 选我选我爱的人 如果我不爱她的话 其实我根本感受不到 她对我的爱 其实她很爱我 如果我们能够遇到一个 自己很喜欢的人 千万不要觉得 女生先表明心意 这件事情很掉价 也不要觉得 先说出口的人就输了 因为在爱情面前 这些都很幼稚 我的答案和她一样 我在爱我的人 和我爱的人里面 会选择我爱的人 因为只有爱 才能让我感知到更多的爱 没错 每个人都有追求 自己幸福的权利 可遗憾的是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爱 它都是不够完美的 也正是因为那些 爱而不得的事情 数不胜数 两个人能真心相爱 并且走到一起 才显得格外珍贵 关于感情 我们还聊到了 女性在婚后 或者说怀孕后 丈夫却出轨了的问题 很多女人会因为 考虑自己的孩子 或者家庭 而做出让步 选择原谅 对丈夫的出轨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 我都会特别难过 我和强恩的想法一致 如果你足够独立 如果你能够养活自己 那你就完全没有必要 委屈求全地活着 甚至还有很多人 因为害怕婚后的生活 不幸福而恐惧婚姻 可是换个角度想想 就像陈江恩他跟我说的 作为一个女人 你只有经历完生而育女 你的人生才得以完整 他说 他不想将就着找一个人 也不想将就着走入婚姻 可是 他期待爱情 他也会羡慕别人的爱情 他希望 他能在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 回到家 那个家里也许很小 那个家里没有什么东西 可是那个家里有一盏灯 沙发上有一个人 然后他看着那个人就会觉得 嗯 我今天的累都不算什么 所以即使到今天 他依然保持着他的独立 也依然保持着他内心纯洁的 对于爱情的向往 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做一个妻子 一个好的妻子 一个好的女人 一个好的妈妈 陈江恩告诉我 只有你足够爱你自己 不把所有的寄托都放在另一半的身上 你才不会 在失去一旦感情之后 也失去你自己 因为你有能力和底气 去应对生活带给你的一切 哪怕是受伤后 也能面不改色地重新出发 然后笑着 望向前方的长路漫漫 说 来吧 我没在怕的 成长并不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 我们没有必要去恐惧自己的人生 没有人 会一帆风顺 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我们从最初 青涩懵懂 逐渐长成一个不动身色的大人 我们需要去面对生活 带给我们的纷纷扰扰 当这些压力都扑面迎来的时候 与其懦弱地逃避 不如把它当成人生 终究会谢幕的一场戏 勇敢并坦然地 去面对他们 喜欢乔恩 喜欢这个 永远有着少女心的女人 我喜欢她家里 永远都有花香味 喜欢她家里的 两只狗 喜欢她爱笑 喜欢她简单 纯洁 喜欢她的独立 喜欢 她面对生命的态度 希望她可以很好 希望她 有越来越多 发自内心的快乐 我还记得 前两天 她到我们家 我们聊天的时候 她说 她马上要过 四十岁的生日了 她说她难以想象自己 马上要成为一个 四十岁的女人 她说那天 她不想收到 任何人的生日快乐 可是 我真心地想在这里 跟她说 希望你 在之后的人生里 能够拥有更多 实实在在的快乐 希望你 能很幸福 很幸福地生活着 希望 你的美好一直都在 希望你的人生 圆满 并且 你永远都能拥有 你想要的光芒 和生命的浪漫